高雄清晨雷雨狂炸鳳山建國路 馬路變水池 騎士騎過去水花漸騎將近一人高 不少機車泡水發工 本管路也超慘 馬路變水路 這輛機車淹到坐墊高 龍頭幾乎滅頂 置物箱也進水 所有物品都失了 緊急用寶特瓶抽水 慘不忍睹 水淹到我大水 然後已經淹到龍頭這邊了 那個水溝洞一直在旋轉 那就代表下水道沒有清理好啊 本管路排水不及馬路淹成河 連汽車也拋錨 卡在路口根本動不了 公車司機傻眼挫淚蛋 根本不敢通行 就怕整輛公車卡在水裡 整個都卡住了啊 而這位騎士把電動機車 當成水上摩托車 站著騎車彷彿乏乘風破浪 後面這位騎士只能乖乖下車 用簽的 高雄市區多處集淹水 網友湧入市長臉書狂酸 沒宣布放假 我自己先放棄上班 水都不退怎麼騎 交通全打結 淹到家門口 我連摩托車都騎不出去 高雄哪裡可以租快體 我真的是賣命在上班 幾乎都是已經淹過 我們的那個機車的排氣管 氣象局預報 17號 18號連續兩天 受到低壓帶影響 天氣不穩定 而中南部地區會出現震雨或雷雨 沿海地區會出現強眷風 高雄市區一早淹成一片 讓民眾抱怨 遇大一點就淹水 真的太離譜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